时间存在于我们的感知 它的存在 让生命有了更清晰的起点和终点 在这同样的时光旅程里 每个人的差别又在哪里呢 今天即将过去 你我该怎样把今天的自己 冲破今天的限制 送到明天呢 与您分享沈从文的文章 谁的生命可以不受时间限制 一切存在 严格地说都需要时间 时间正是一切 因为它改变一切 气候寒暑 草木溶枯 人从生到死 都不能缺少时间 都从时间上发生作用 常说到生命的意义或生命的价值 其实一个人活下来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不过是占有几十个年头的时间罢了 生前世界没有它 它是无意义无价值可言的 活到不能再活死掉了 它没有生命 它自然更无意义无价值可言 正仿佛多数人的愚昧 同少数人的聪明 对生命下的结论 差不多都以为是 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活个几十年 因此都肯定生活 那么吃喝睡觉 吵架恋爱 活下来等待死 死后让棺木来装脸它 黄土来掩埋它 蛆虫来收拾它 生命的意义解释得既如此单纯 活下来 活着 倒下 死了 未免太可怕了 因此 次一等的聪明人 同次一等的愚人 对生命一同价值 找出第二种结论 就是 怎么样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 虽更肯定生活 那么 吃喝睡觉 吵架恋爱 然而生活得失取舍之间 到底也就有了分歧 这分歧是一看即明白的 大别言之 聪明人要理想生活 愚蠢人要习惯生活 聪明人以为 目前并不完全好 一切应比目前更好 且竭力追求那个理想 愚蠢人对习惯完全满意 安于习惯 保护习惯 在世俗观察上 这两种人称呼常常相反 安于习惯的被互为聪明人 怀抱理想的人 却成愚蠢家伙 两种人即同样有个 怎么样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的打算 要从人与人之间 寻找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即或择业相同 成就却不相同 同样想征服颜色线条做画家 同样想征服乐器声音做音乐家 同样想征服牧师铜牙及其他材料做雕刻家 甚至于同样想征服人身行为做帝王 同样想征服人心信仰做思想家 一切结果都不会相同 因此世界上有大诗人 同时也就有别角诗人 有伟大革命家 同时也有虚伪革命家 至于两种人目的不同 择业不同 那就更容易一目了然了 看出生命的意义同价值 原来如此如此 却想在生前死后 使生命发生一点特殊意义同价值 心性绝顶聪明 为人却好像傻头傻脑 历史上的世家 孔子 耶稣 就是这种人 这种人或出世 或入世 或革命 或复古 活下来都显得很愚蠢 死过后却显得很伟大 屈原算的这种人另外一个 历史上这种人并不多 可是见或有一个两个 就很像样子了 这种人自然也能活个几十年 可是他的观念 他的意见 他的风度 他的文章 却可以活在人类记忆中几千年 一切人生命都有个时间限制 这种人的生命 又似乎不大受这种限制 话说回来 世事物物要时间证明 可是时间本身 却是个极其抽象的东西 从无一个人说的明白 时间是个什么样子 时间并不单独存在 时间无形 无声 无色 无秀 要说明时间的存在 还得回头从世事物物去取证 从日月来去 从草木融枯 从生命存亡找证据 正因为世事物物都可为时间做注解 时间本身反而被人疏忽了 所以多数人提问到生命的一同价值时 没有一个人敢说 生命一同价值只是一堆时间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生命一同价值的人所说的话 老先生说这话时 心中很寂寞 能说这话的是个伟人 能理解这话的 也不是个凡人 目前的活人 大家都记着这两句话 却只有那些从日光下迁入牢狱 或从牢狱中迁上行场的 清心理想的人 最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 因为说这话的人 生命的耗费 同懂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 殊途同归 完全是为事实皱眉 却胆敢对理想清心 他们的方法不同 他们的时代不同 他们的环境不同 他们的遭遇也不同 相同的 他们的心 同样 为人类 而跳跃 在时间的限制里 我们努力向前的意义 又在哪里呢 或许 虽然时空无限浩大 我们如尘埃般 无一尘服 但每一粒尘埃 在每一秒里的 每一次选择 都照亮一个 即使狭小的空间 就这样 我们就有了 无限的光明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您关注 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收听更多主播音频 我是潮雨 明天见 明天见 这些年来 我们都曾犯了错 到了最后 只有过程没结果 谁都不说 从头来过 背双承诺 只能一个人寂寞 听过太多 悲伤故事的传说 现实生活 比起剧情更难过 我的目光 慢慢坠落 你说什么 不再心如刀割 从不远不悔 走到心里憔悴 爱是一场误会 同是一种修为 从互相安慰 到无言一对 忍耐还是折腿 都一样可悲 如果回忆 不在一瞬间枯萎 我能体会 时间有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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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 完成了 阻挤 准备 六 六 重心 往 弁 六 六